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西在地新聞 我是陳映瑩 新聞一開始 來關心鳳梯最新的動態 目前這個白陸鳳梯白陸鳳梯 在台南南南南南北 差不多青一公里海面上 繼續以每一小時十六公里速度 向北北塞的就是我們臺灣這邊 下過來全一個國家 以前路線都是直接為我們臺灣來 好過民主在早前會發布海上鳳梯境部 民主在的北部會發布六上鳳梯境部 如果東北地区這是風頭民百樂影響 我們是最最明顯 這也有可能是兩冬半以來 投一個中心的定力台灣的風態 菲律賓東方海邊這段分析 就是今年第十一路風態白路 至少在海邊上吸收水期 共度稍微強強速度加快 我們東半部地區會逐漸開始 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因此會逐漸出現間歇的陣雨發生 週六的時候呢 其實各地都是會受到颱風的影響 會有鎮雨或是雷雨發生 尤其呢 就是在東半部以及南部地區的降雨 會作為的顯著 我們預估降雨的等級呢 是有機會來到局部的大雨 或是好雨的狀況 以照各國以車路徑來看 風態中心都會經過台灣 不過因為高壓強柱 路徑沒有拜託 還在往南 有個拜五風態接近 南半部開始有後 拜六風態親自轉台灣 尤其是南半部跟南部 可能有河污 禮拜日 鳳台離開 國地豪勢比較少 但是中南部又要風大雨 不過中南部地區的話 是在颱風 他的遠離的過程當中 其實水氣上還是比較偏多 再加上有西南風的影響 因此在中南部地區的降雨上 還是容易有一些局部較大雨勢 無論白入 鳳台怎麼走 都離台灣會相近 尤其是先到這個東半部 中南部也要注意大雨 再來 全台都要提高經驗